越有钱越扣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扣 你不扣门你怎么不拿钱呢 那绑匪也没给我打电话呀 绑匪那是没找上你电话 对了啊 绑匪绑的是咱们两家的孩子 要赎钱也是一人一半 吴总您要这么说话 可不讲道理了啊 逗逗是为了救牙牙才被抓的 那怎么着 你们家逗逗还成英雄了 他当然是英雄了 什么英雄啊 绑匪要不是绑俩孩子 能要这么多赎金吗 对了啊 你们家逗逗是男孩子 绑匪专绑男孩子 男孩子能要出价来 吴世奎 你说的是人话吗 怎么不是人话呀 你没听他们说什么 你说的当然不对了 怎么就不对了 你绑的是你们家 人家绑我们家逗逗 我们家逗逗 好 别生了 就这么定了 去准备钱 先交赎金再报警 让你辞了工作 专门照顾逗逗 你偏不干 现在好了 孩子没啊 你还不是 就知道出差 加班 什么时候你关心过逗逗 行了 要怪就怪叶百合 没生过孩子的人 他不会心疼孩子 妈 话也不能这么说 嫂子他也不是公义的 他不是你嫂子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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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些蒙面人为什么要抓我们 我也不知道 我好害怕 没事我会保护你的 等等你说 奥特曼会来救我们吗 我舅妈回来 你舅妈是谁 女版奥特曼 真的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 一定要把那王八国找出来 绑架绑架 居然把我女儿绑了 我她们以后还怎么混呢 大哥 这从做案手法来分析 肯定是有预谋的 居然第一时间给大嫂打电话 说明把点都猜清楚了 才能办这么妥当 我知道了 大哥 您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我得罪我的人多了去了 我把飞龙集团做这么大 我能不得罪人吗 但是能跟我交手的人 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呢 他们还不至于 干这么瞎做的事吧 除非 除非是小人 小人 那个宋敏君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 记得 就是您那司机 你们把他从前去过的地方 都给我查一遍 我怀疑是他呀 这孙子有可能啊 这张照片啊 拍得很模糊 这就是那绑匪那车的照片 你们想办法 把他给我弄清楚了 然后顺藤磨光 查到车主 您放心 这事交给我了 搞定 太好了 谢谢啊 白河 你现在就是有了车外号 下面怎么着 你还记得那个张志强 强哥 嗯 这事他怎么了 他这边挺熟的 我在想实在不行 我就去找他帮个忙 说不定他也能查出点什么来 也对 那你赶紧联系他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你 Current それでは 强哥 你有什么哐妇 这是你的车吗 对对对 没错 是我们车行的 你们也是为绑架车来的 那你说话的意思 好像还有其他来人问过 是啊 刚刚才来了一帮凶神恶煞的人 也是为了这个车来的 不是 你们是不是还拖着其他的人呢 没有啊 强哥都出马了 还用找别人吗 灰灰是吴总那边的人 有可能 完了 还是先说车的事 这车前几天就租租去了 谁知道啊 这一帮人啊 狗胆包天 用他来绑架 你说我多倒霉啊 这么看来啊 我这车算是完蛋了 谁租的 租一个叫陈三毛的人 不过 我们刚刚查识过 身份证的复印件 是伪造的 这下 惨啊 看来啊 我们是白宝一趟啊 看来啊 我们是白宝一趟啊 改图没有这么笨 不会留下真实性能的 也不算白宝 至少排除一条线索 我倒有一个办法 把我的兄弟撒出去 在我的地盘里塞个遍 有可疑的人立马就揪出了 谢谢你强哥 谢谢强哥 天麻烦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 这老话怎么说的你啊 无语为报 以身相许啊 这 强 强哥 我带咱们撑人之威呢 是吧 不是 我 我不就说一嘴吗 急什么呀 豆豆 你骗人 什么时候骗你了 你手滚 你舅妈是女版奥特曼 可是她现在还没来救我们 她可能没电了 等她充好电 她就会来救我们 豆豆 我肚子好饿 我想吃 妈妈给我做的红烧排骨 没事 我长大做给你吃 开哥 开哥 吃饭了 吃 吃饭了 吃 吃 吃 钱还没拿到呢 吃就没也吃 大哥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 那你也得吃 吃点 是吧 大哥 那 那两口子 那赎金怎么说 放心吧 俗话说得好 虎毒不食子 他们不会拿女儿的新铁 开玩笑的 你小伯 就等做有钱人吧 有钱人 赶紧把那盒给咱俩送过去 我 我去 那怎么的 那个女孩认识不认识我 知不知道 你长点脑子行不行 我 我去啊 赶紧吃吧 你不去 你不去 公安局那边有消息吗 线索断了 那个车牌是假的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可是你说 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放心吧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就算是 把这个城市翻个底朝天 我也会把这把王八蛋 给长出来的 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孽 要报应到孩子的身上 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孽 你看你说什么呢 咱们两个能做什么孽 别着急啊 喂 杏老板 我妈妈心理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雅雅怎么样 我行 你让我来给我 您让雅雅亲电话 妈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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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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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你们不要报警 不要服务车 拿到钱就放任了 什么时候交易啊 明天下午十点 鹅西公园西门 到时候再联系你 大哥 这钱你真要给他呀 给他们什么给呀 你给了头一次 还有第二次 就是 大哥 你就直说 需要我们做什么 你这么着啊 你们俩明天就悄悄地跟着我 等那王蛋出来拿钱的时候 你们就冲上去 人赃俱货 好 不过记得啊 都去让沈冰院发现了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啊 五百万拿回来 你们俩都有份 但是要把事情给我办砸了 别跟我翻脸不认人啊 好嘞 大哥 来 来 我们敬你 子云 子云 你让我跟你们一块去吧 不用了 你们回家等消息吧 我跟文涛去就行了 逗逗是我弄丢的 我不去 我心里不踏实啊 你要为逗逗好 你就别去 去了也得生事 妈让你别去 你别去 行了 嫂子 回去等消息吧 快去吧 不用了 城市不足 外事有余 走 上来 上来 合作 计划 合作 要是 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应该快来了 来了 是她的 给 放了 来 来 来 喂 我们到了 赎金带来了吗 带来了 你让我跟颜牙说话 放心吧 只要我们拿到了赎金 你们一家会团圆的 我不确定颜牙活着 我是不会跟你交易的 你事真多 喂 你 太关了 别急 别急 别管 去 到了墙子 让孩子跟他通过去吧 好嘞 墙子 大哥是让孩子跟他通过话 好嘞 再一块救我 再一块救我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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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不怕 不怕 不怕啊 我马上就得救你们 不怕啊 喂 喂 现在放心了吧 你现在下车 好 喂 我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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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拿赎金 马上回到车上 我 不是你说在这儿交易吗 少废话 跟我电话 那 怎么了 大哥 不是回的人 现在你要下去拿赎金 等于刺头搂啊 那 那怎么了 我下车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啊 现在车上车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啊 现在车掉头 往江路上开 不是说好在这儿交易的吗 哎 我给你 我 你别急别急 怎么了 可能是庄子云两口子 被他们发现了 喂 喂 喂 张小姐啊 是这样 歹徒可能起了疑心 为了孩子的安全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这 来 来 给我 喂 我 我们还是去吧 要不我们心里不踏实啊 你们人手够吗 你放心吧 我们会竭尽全力 把孩子救出来的 你们跟着反而不方便 好吗 谢谢了 我 是 是这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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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呢 那行 那就拜托你们了好吗 放心吧 谢谢 好 就这样 别急 别急啊 那咱们跳头 跳头 跳头 不是说在这儿交易吗 他们可能换了地方 好 坐完了 这绕来绕去的 到底是要去哪儿吗 也不知道牙牙线怎么样了 这 事到如今 至少听天由命了 你怎么了 你看什么呢 老兵 你别着急啊 这个绑匪 一般都是求财的 他们现在还没拿到钱呢 也还应该没有问题 没担心 干嘛呢 怎么了 你一会儿变灯了 你不看着 抄他 抄他 王魁想把咱们甩掉 一定要抄他 帅快 又一辆 抄他 抄回他 快 现在右转 进到市区 右转 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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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车根本就没碰到你啊 少给我在这儿装模作样 滚看 这有事啊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装了人还不承认 简直误包天了 对 我这儿让我跑了 对对对 赶快打110报警 打110报警 打110报警 你敢我我 你敢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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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好正经事咱在办理 没时间跟他在这儿纠缠 装了人 不承认 我先走 简直没有钱力了 没钱没钱没钱 你敢打 要钱是吧 钱是吧 都给你 拿来 你抱我爹我再看看你 滚 聊你的臭情 跟我道歉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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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道歉 你什么事不欠揍啊 你啊 快快快 快快 我怎么打人呢 眼看 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那样子是声东击西啊 走 咱们先报警 你开那么慢啊 喂 现在右转 上机站高速 一直开 你这是到底要把我们调到哪去啊 小废话 我告诉你们 我们马上就能一家团员了 别跟我耍聪明 小心这会莫及 左转 你怎么不转啊 你是不是看人跟着呢 是啊 我哭了 不转啊 你真要钱不要命啦 我怎么是要钱不要命啊 我这不是为了崖崖嘛 他们是保费呀 你以为当人 你转啊 你以为当人 你不转啊 快抓 快抓 不 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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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钱带来了吗 我女儿呢 现在怎么办啊 孩子可能就在附近 先找到孩子 同志警察 他们已经看见了 我已经看了 你听不懂 那个事情 因为 她会 我 逗逗 女儿童们怎么还没来 叫我 她 你吹牛骗人是小狗 不理你了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你闭上眼睛熟到五 她就会来了 真的 当然 这儿到底有东西 他们肯定在那附近 这儿到底有东西 他已经迟了 他姓家 这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这事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你什么说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他们说 谢谢 熊妈 你怕阿烫吗真来了 老头 你看我没骗你吧 我没骗你吧 那头猪睡着了 你别怕她弄晓了 我先把芽芽都出去再过来接你 冷静 我说快点 大哥 没问题 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有埋伏你 站住 去等啊 快点 快快快 快快点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 你怎么回事 你停了 快快快 快 你 好 干得好 小军 是你这个混蛋 把这个混蛋交给警察 我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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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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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刚刚痛 吃个药 刚睡下了 医生检查过了 没什么大碍 就是有一点皮外伤 不过还得留院观察两天 嫂子 谢谢你 你可别这么说紫月 这都是我的失误造成的 害你们这么担心 幸亏多多找着了 要不然 正不知道怎么 怎么面对你们 没事 都过去了 算了 反正都过去了 行了 这儿没你什么事了 你回去吧 嫂子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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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都亏你了 孟冬 帅艺出手 智勇双全 把这俩孩子给救了出来 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紫月 你呀 别多想了 这就是个意外 你瞧 这不都已经圆满请求了吗 找个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报答得到你 报答 怎么报答了 给我做一辈子放 洗一辈子衣服 再给我带一辈子孩子 说真的 谢谢 明燕哪 你看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了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那宋永军就是个疯子 他的话你也信哪 他那叫狗鸡跳墙你知道吗 吴世葵呀 宋永军在公安局 一五一十都交代了 连你包二奶的事 也一块交代了 你这儿从哪儿弄的 宋永军早把你卖了 我当地的朋友 根据他提供的资料 已经掌握了你所有养二奶 养私生女的证据 你还有什么要说呢 兵燕啊 兵燕啊 兵燕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其实这个事啊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但是我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兵燕 我我错了 我就是个疯子 我就是想儿子想疯了 我才干出这么愚蠢的事 兵燕你原谅我吧 我就这一次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向你保证好吗 好了 好了 来来来 你也知道咱们呢 就是个貌合神离 不对不对不对 咱俩怎么是貌合神离呢 我心里只有你啊 我特别特别爱你 你得了吧 咱们勉强维系在一起 也就是为了个利益 现在我不愿意了 我要离婚 那你说咱们要是离婚了 那牙牙多可怜啊 要 你还好意思提牙牙呢 你不是就想要儿子吗 牙牙在你心里吗 牙牙当然在我心里了 我特别爱她 就和爱你是一样 别演戏了 说吧 怎么着你才同意离婚 你何必呢 就算是你不为牙牙着想 是不是也得为公司着想啊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把它做成 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 一旦要是分差了 那老爷子心里得多难受啊 你想什么呢 谁说过要分差飞龙公司呢 那可是咱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啊 怎么着你要独吞呢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一点法都不懂啊 你说你这点事拿到法庭上说 法官会怎么判呢 怎么判呢 净身出户啊 宋永军要是再把你的事一抖 没准还得坐牢呢 行啊你这个 可是你这个研究法律常识 不是一天半天了 花了不少心思吧 你吓唬谁呀你 我告诉你 我走私 那就是为了咱们集团的利益 一旦败露了损失最大的就是集团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现在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为了除掉你这颗毒瘤 受点损失我愿意呀 大不了我自己先去自首 你非得鱼死网破啊 当然 我不至于做得那么绝 好歹夫妻一场 你对我不仁 我不至于对你不义呀 你这样怎么样 好合好散协议离婚 宋永军的事我来摆平 你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让我敬身出户吗 你这么着吧 你再给我五千万现金 我就同意跟你离 五千万你还真敢开口啊 我上哪儿给你找五千万现金啊 行 咱们法庭上见 不是 你没有现金可以折身股份哪 你想都别想 飞龙公司的事绝对不允许你再插手 这样吧 你我各退一步 我给你五百万现金 你偷偷摸摸贪污公司的钱 以及自己私自在外边制的产业 我都不追究 行吗 吴世奎 我对你够意思了 你就别再得寸进尺 实在不行咱们就上法庭 但是我敢肯定 你一毛钱都拿不到 你真是机关算尽哪 你真是机关算尽哪 算你狠 不需要点一点吗 不用了 这不就是输芽芽那种本吗 天忆吧 我算是把自己输出来了 这不就是输芽芽 这第一杯酒 祝贺沈总开始新的生活 谢谢 其实功劳最大的是你 如果没有你在吴世葵那边 里营外合 事情不会这么快解决 而且特别感谢你救了芽芽 没有让她成为 大人斗法的牺牲品 沈总言重了 吴世葵是自作孽不可 我只是做了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 总而言之谢谢你 不过咱们只是出战告急 后面的事更麻烦 后面 什么事啊 吴世葵在公司 有一票的势力 如果不把他们搞定 飞龙集团是不得安宁的 您多虑了吧 现在是人为鱼肉 我为刀组 吴世葵一垮台 其他人还不得听您发了我 你认为他们 不会居中造反的 我认为不会的 他们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 现在不是听您的意思 您是想把他们都撵走了 还是招安 如果他们愿意被招安 我当然很乐意啊 人才是公司的财富嘛 那好吧 您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 你说 挑一个吴世葵的心腹 晋升他 大家一看您不会搞大清洗 那还不赶着偷诚呢 千金买虎虎 是个好办法 那你觉得 晋升谁最合适呢 这个 就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了 我已经考虑好了 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你 那就是我的能性了 你是吴世葵 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 这点大家有目共睹 那沈总打算给我一个什么款 做我的特别助理怎么样 好啊 那我也就一步登天了 好啊 小罗 我很看好你 你野心勃勃 而且能下狠手 如果有人扶持 以后一定能成大器 我听出来了 沈总以后是要扶持我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虽然初战告解 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沈总 你就拭目以待吧 我什么时候 让你失望了